這個跳蹄 跳蹄也被我發現了 剛剛廣告有提到說 人生 就沒有更好的人生 只有更好的選擇 沒有完美 沒有完美的人生 只有更好的選擇 我一次 你剛剛沒有說三次啊 我們是代言人 我怎麼知道啊 拜託要是要說三次 你說三次看看 你之前有做過什麼 錯誤的選擇嗎 沒關係 我第一次 錯誤的選擇 沒有 就是每天都在選擇 比如說你要點外食的時候 或是你早上起來 你要喝幾度的水啊 這都有 你早上都喝幾度的水 有時候三十 有時候四十五 這是怎麼選擇的啊 看我起來 有沒有覺得很冷啊 那如果有人在旁邊 就不會冷啊 我沒看過他 我們要看過他 冷就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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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四十八度喔 冷就要喝比較高 這不是不合理嗎 答案是你說的耶 我們配合你耶 不是你 我只是舉例選擇 哦 姐那你起床的時候 需要拿溫度計量一下嗎 沒有啦 我家飲水機有溫度 抱歉 抱歉 為什麼他們這樣很進步 我們 後面的女生這樣 他們就想說 這問題 我覺得這個教育在蠻保護你身邊有一些 蠻男也一起保護 這個跳蹄耶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好像 跳蹄也被我發射了 感覺你鼻音有一點點重 對我好像鼻音有一點過敏還是什麼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好 就流鼻水 哈哈哈哈 昨天今天穿得很漂亮 蝴蝶截對不對 哈哈 前面啊 對啊 現在會期待有被解開的一點嗎 哈哈哈哈 被解開 哈哈哈哈哈哈 一個禮物的感覺啊 現在是 這是有什麼都流行嗎 也沒有 沒有啦 因為已經要在暖胃 你覺得很漂亮 好 謝謝 因為他今天主打一個浮紋嘛 那你覺得你現在外型 大概是幾歲 其實我自己到這個歲數 我也覺得好像是蠻好的年紀 也沒有想像過什麼樣子的歲數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我也在經歷這樣子的過程 可能因為我以我自己過去 小時候的心境 以及開不開心 我不會覺得18歲的自己 我會羨慕18歲的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歷程 今年有機會聽到你的完整的專輯嗎 呃 渺茫 啊 單曲可以 溺茫 探索 沒什麼 的 了 你 不